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地區為了籌措金費而發行彩券 該地區決定每張彩券的售價是100元 那每發行100萬張的話 幾乎有1000萬元獎一張 那100萬元獎的有9張 10萬元的90張 1萬元的900張 1000元的有9000張 假設某次彩券共發行100萬張 試問當你購買一張彩券時 你預期會損失多少人 他還沒算就預期說你也會損失 沒有賺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他的那個機率 你中獎的機率多少 100萬張裡面只有一張 所以是1百萬分之1 這個呢,中獎的機率是 這是一百萬分之90 這是一百萬分之9 是一百萬分之9百 這是一百萬分之9百 這是一百萬分之… 這個是9000 這個是9000 這樣子 他的期望值,你先賠一百元,先賠一百元 你中獎的期望值這麼多,有多少元? 這個有十的七十方乘以百萬分之一,所以是十元 你中一千萬元的期望值是十元 這個的話是多少? 這個的話,一百萬元的話,他有九張 那就是一百萬分之九,死的六十方乘以多少? 一百萬分之九,所以這是九元 這個的話,這個一層,那就是九百 十的五十方乘以十的六十方乘以九十,沒有,是九,也是九元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十的四十方乘以十六十方乘以九百 這也是九,這也是九元 所以你得獎的期望值這麼多 然後你扣掉什麼呢? 扣掉你戶出去的一百元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就是你最後的期望值 九四三十六,三十六加十 這四十六 所以應該是五十四,戶的五十四 戶號代表是你損失 你會損失,就是賠五十四元 答案是賠五十四元 答案是五十四